在锣鼓声的陪伴下 一场敌人塔的表演正在进行 五层人塔最小的孩子站在最上面 站完之后人群小心翼翼的往前挪动几步 定格几秒钟再一次爬下 看到人有些小小的紧张 这里是泰国曼谷东部乐加网县的白骨禅院 我们的目的地本来设于市集 经过这里时被热闹的声响吸引了进来 没想到遇上了一场特别的庆祝活动 他们很热情的就是想邀请大家一起来合影 这种感觉好奇妙 因为我们不认识他们 他们看到我们是从外面来的一些陌生客人 但是还是很热情的来招呼我们 请我们一起吃饭 这个感觉就是像类似于在国内吃那种 吃斋饭的概念 它这边也是一个公益活动 他们会每天定期的会在这里 做一些慈善型的一些活动 每年就是一到这种活降的节日 都会有一种积善做功德的 就会各家各户都会提供一些食物过来 然后免费供大家来拜佛的人 或者到寺庙的人来吃 然后当然它就是有水果 有甜品 有菜 还有一些果汁 你们来尝一下吧 这个爸爸是用什么做的吗 是叶奶 可侍豆 还有芭蕉糯米 哦 里面像是芭蕉 然后外面是 你喝了我白白糖 白酒 就是 芭蕉糯米 是什么 也是芭蕉叶 来包 所以 给叫香 然后你就 里面是这样 哇 你们是棒的是什么 芭蕉 这个是芭蕉吗 这个红色是芭蕉的 哦 好棒 他们都能担打的叶 是什么 我 我 你还看 他们没叶 他们都能担打的叶 他们都能担打的叶 因为它手的话 蒸这样蒸就变成红了 今年是124年了 那这个是149年了 114年了 对 那你我早上就起来挂了 因为我都能担打的叶 刚好是今天 到今天 对 今晚是今天 对 据说这庙中供奉的百苦菩萨 原名叫做刘亦峰 出生在显罗 祖籍在广东汕头的朝阳县 他在年少时 曾经回到中国 并且结婚生子 后来独自回到了乐家晚县修行 是泰国捐官的发起人 也是华人修行者的代表 元祭后 人们把他的真身供奉至今 在泰国90%以上的公民都是新奉佛教的 然后这边的佛教都是属于小城佛教为主 所以跟我们在国内的拜佛的一些习俗啊 可能有一点点不一样 但是大家都是 就是因为新奉佛教 所以每天他们一到就是休息的时间或者早上都会去寺庙里面拜佛 然后重大的节日和一些庆典也会请僧人高僧会出到一些节庆的庆典中 与泰国其他寺庙不同的是 百苦禅院信奉的是大乘佛教 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泰国华人的虔诚 也可以感受到泰国华人对先祖的认同 这里是他们的精神港湾 难怪百苦禅院会被称作泰国的华人第一寺庙 走去耍看世界有多大 告别百苦禅院 我们将前往鳄鱼市集 台国的小年轻为什么喜欢在这里约会 它和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曼谷相比 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呢